没有上过网的人算居民吗 如果你觉得他们应该算在内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下去 根据2019年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 居民年人均可准备收入为30733元 每个月算下来是人均2561元 你可能会说这个平均数是把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和小孩也给一起统计进来 好的那我们去掉 占28.67%的非适龄劳动人口 再算下来 平均的月收入是3590元 然而这只是平均数 要知道有时候平均数往往是比真实情况要更乐观的 因为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实在是太高了 一个人可以把几万人的平均收入拉高好几千 因此相比平均数而言 中位数是更能反映真实情况的 居民年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26523元 每月算下来是2210元 也就是说你的月收入只要超过2210元 你就超过了全国一半的人口 这个数据是不是与我们平常的所见所闻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早已习惯了在某乎平均年薪百万 习惯了抖音人人月薪过万 我在我所担任班主任的班群里发起了一次投票 毕业后你的期望薪资是多少 结果全班39人有14人选择了1万以上 没有任何人选择2到4千这个选项 选择6到8千的人似乎都已经成为了保守派 那我所任教的这个学校是湖北的一个地级市的公办二本 参与投票的都是大一的新生 在他们眼中刚刚毕业月薪3000 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月薪1万以上才是好工作 但是敢问除了一二线城市的少数行业 能有多少岗位给一个刚毕业没有经验的毛头小孩过万的月薪呢 2019年我国网名数量为8.54亿 也就是说还有40%的人是压根没有机会在互联网上发生的 沉默的大多数加上幸存者偏差 让我们误以为身边都是富人 甚至很多人认为月薪不过万就是一种失败 但我们要知道中国实在是太大 大到有些人生活在一百年以后 有些人却生活在一百年以前 时代的车轮在不停向前转动的时候 我们也别忘了要去服役把那些被车轮撞倒的人 我是思雨